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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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战士吧 三班岛那个打隧道施工嘛 然后经常晒不到太阳 然后我们去呢就是 有点那个任务就是说 要监督他们每天出来 要晒太阳 要让他们吸收点钙嘛 当着散烈兵 就在冻子里面 冻子外面 走来走去 当着散烈兵 新疆史 有 有荷米国 有西国 有葡萄干 所以我们铁道兵 干的几年 没有 去让这个葡萄干 菜没有怎么办 那就是我们部队 原来带着荒豆干豆子 泡完之后用腌水 做腌水煮豆子 然后吃饭头 对铁道兵战士们来说 比盐水煮豆子更难耐的是 单调和寂寞 南疆铁路大部分路段 都在无人居住区 偏僻而荒凉 住地上 娱乐活动极度匮乏 白天兵看兵 夜晚看星星 这就是官兵们业余生活的 真实写照 连看电影都成了一桩 极其奢侈的享受 但最盼的是电影队 最受欢迎的 今天电影队下来了 到我们的话年队 到我们的话云 来的放电影来了 这战士们是最盼望的事 7月份的晚上 部队如果组织看电影 在大礼堂的时候看电影 稍微冷一点的天 都在穿皮大衣 再稍微热一点的天 穿棉袄穿绒衣 这都是很正常的 这都是7月份 8月份就是这样的 坐在那个广场上看电影 那是非常辛苦的 这个很冷 天气非常冷 这个我妹呢 一般都是穿那个展 展我 就是展所得真割的一个鞋 这个战士看一会儿之后 这个就得躲绝 因为有的时候 还小小时间就得躲躲绝 看一场电影 大礼堂看一场电影就看吧 听不到 几乎就快听不到 那个电影的说话声音 全部是暂时之转 他已经听到 全是跺脚的声音 那个地方太阳 尽管也有那个 部队也搞那种 打出管子的那种暖气 周围 但是太冷 在工地上的战士们看来 尸部驻地阿拉沟口 就已经是令人向往的 繁华世界了 你像我们有时候出去 想到沟口 能到沟口 就等于到了上海 大事件一样的 因为啥呢 部队在那上 我们在上头 都是千一色的光葫芦 到了伊尔沟口 到了我们师部这个地方 那就有女兵了 有老百姓 师部的卫生所和特务联 是女兵较多的地方 自然格外受到欢迎 王爵是铁武士医院的护士 他当时就注意到 一些男兵 总是想方设法出现在 卫生所的门口 还有包括那些 球队的 球队的 他每一场球下来 他就说 我这个脚崴了 你要给我做做理疗 或者要的 实际上 可能没有多大毛病 但是他就说 现在他们见了 我们会给我们说的 王爵啊 那个 我们当时就是要到 门门所看看去 那好像就是美丽的嘛 羡慕人 好像 哎 好像看着 愿意给女兵说话 有些就愿意给女兵打个话 当时有好多 为啥要到 卫生队到医院去 就是要看看女兵 并不是为了打那个针 是吧 打也不打 那个不影响 但是呢 就是要体验 感受一下 那个女兵 看看他们 是吧 就这种意思在里面 纪律很压 但是呢 男人他想谈恋 他也不敢谈 对吧 不敢谈 咋了 你想有的从家 回老家来了 带点花生豆呀 带点葵花子呀 带点家乡土特产呀 他会就委托别人说 哎 你家给你借来包裹了 然后你去拿 当这个女兵 他去拿走以后说 你看 人家家带着这个 小吃的 这些土特产 他吓得 赶紧把那一放 你回来跑一下 他觉得 哎呀 我发臭了 这种情况 是比较 比较多的 恶劣的环境 繁重的劳动 单调的生活 今天的人们 可能已经无法想象 到底是什么力量 让当年那些 正值青春花季的 年轻战士 坚强地扛过那一段 漫长岁月的 简单说来 只有四个字 国家需要 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代 出于巩固国防 发展边疆经济的考虑 中央决定 尽早建成南疆铁路 而这个重任 就全部压在 铁道兵将士们的肩上 南疆铁路 能否提前交工 魁仙隧道是关键 古秀市场 没多想 直接把这个 最难堪的骨头交给了 最值得依赖的战友 二十三团团长 毛学汉 这位在流荡大军中 成长起来的 优秀直战员 历经解放战争 朝鲜战争的 战火洗礼 百炼成钢 我们毛学汉 他对一个 一个杂质行李呢 他从来不言白 任何行李他不言白 其实 当时铁道兵是把 修路施工当作一场场真正的战役来打的 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指挥员们 大多像毛学汉一样 用一种诚恳而直接的方式 激励士气 鼓舞斗志 就是当时我们的 成功期的时候 让我们团领导 当时我们的团长李万浩 吃在工地 住在工地 在施工正章的时候 没得吐血 确实是跟我们 这个领导干部 跟我们这个战事 做了很多表率 战事件是这样的 那个镜头就大 那不怕 那自己吃苦 你被交代了 我们没有什么含乎的 非要把它完成 就在指挥员们 一心赶任务抢攻击的时候 一连串的巨大威胁 随之降临了 由于当时的施工设备落后 像奎仙隧道这样 长达几公里的隧道 常常出现通风不长的难题 每次放完炮 硝烟毒气 盘踞在山洞深处 久久不散 这就是铁道兵们熟知的 烟老虎 今天普通列车 通过六千多米长的 回仙隧道需要七分钟时间 可以想象在这条隧道里 当年弥漫的烟雾给战士们 带来了多大的风险 在这工作面上 防炮不咎 刚刚处杂 刚刚处杂 好 25名自载员 昏倒了 26名昏倒了 21名昏倒了 平常 好在旁边还有五名队员 没有中毒 他们见识不妙 立即将昏迷不醒的战友 装上运渣的抖车 迅速送出动脉 让他们呼吸新鲜空气 回出来以后 在那个通风的地方 在通的新鲜空气 慢慢的人又昏过来了 当时他那个昏倒人 反正是迷迷糊糊的 心跳的过快 那就是为了担任 集体忠誉 那是流血牺牲 那就感觉不怕 这讲的是实际话 不是我有人 那大家都是那样 1977年7月28日 随着最后一声炮响 魁仙隧道提前三个月 打通了 那一颗生命力的欢乐 就像天山上 灯涌而来的溪流 冲向官兵们的心头和眼窝 那个情形非常激动的 最后一米的时间 这边打通了之后 这一放火都追不上 闲火啊 别人炮啊 都在里头 非常非常痛快 大家都什么敲锣的呀 跳的呀 喊的呀 两边的战友都抱到一块的呀 就那样 真是那样的 就在铁武士铁六士的官兵们 熬战天山的同时 铁石师铁七师的指弹员们 在大西北另一块冰天雪地的高原上 进行的一项规模空前的伟大工程 修建一条通往地球上 海达最高处的天路 被称为世界污济的青藏高原 神奇而美丽 自古就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人 然而由于历史险峻 气候恶劣等原因 交通条件极其落后 解放之初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 毛泽东主席就发出了 一面进军 一面修路的指示 修起了长达四千三百六十余公里的 川藏 青藏两条公路 一举开辟了西藏交通的新纪元 1955年 在北京一次会议期间 原西北军区近藏部队政委 穆升忠将军 遇到了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王震将军 两人交谈中 穆升忠兴致勃勃地讲述了 修建青藏公路的艰难困苦 和沿线丰富的矿产资源 生性直率的王震将军听后激动地说 你们能把公路修到拉萨 我们铁道兵也能把铁路修到西藏 而且要修到喜马拉雅山下 不久 中央果然批准了王震将军的建议 决定把铁路修到拉萨去 青藏铁路一气工程 军 军 军 西 林 西 至哥尔沫 大部分线路处于高海拔地区和无人区 空气稀薄 含氧量极低 任何生命出来这里都要经受严峻的挑战 由于我是高后勤嘛 当时我拿了一车猪气 拿了一车负一猪气 所以哥尔沫的高原没有肉吃 我们拿了一车猪气 猪站到甲本身下的时候 站到地上都跪下去了 这就是令出来着望而生畏的高原反应 动物尚且如此 人的反应就更为剧烈 你这个头啊 就像爆炸那时的 那么疼 吃安眠药 我在那吃安眠药吧 给我四片安眠药 都睡不着觉 你晚上起来 上厕所 里头十米到二十米 你中间呢 得停下 休息两次到三次 你才能走到那个厕所里去 出道高原的官兵们 一边抵抗着缺氧的晕眩 一边开始向更高的施工点挺进 微微观角山 就像一座天然屏风 横跟在天津大草原 和柴达木盆地之间 观角藏鱼意思是登天的梯 关角隧道呢 是整个青藏前路 吸进的关键 关角隧道打不通 吸进不了 就把洗盆再修 关角隧道过不去 没用 关角山顶海拔 四千二百米 四季漂雪 长东无暇 空气中的含氧量 不到内地的百分之六十 铁道兵要在海拔 三千七百多米的高度 修建一条 长达四公里的隧道 可在这样的缺氧环境中 机器根本无法达到正常的功率 我建方班机车拉四吨 拉四吨 标准 标准轮位 包括新车 上去以后 只能拉三吨 再拉多了 它拉不动 它冒黑烟 不不不不 车没劲 上不上不去 它也是由于缺氧 缺氧呢 机械 眼少不良 可是 任务不等人 经过短暂的适应后 官兵们很快就投入 紧张的施工作业 反应 虽然有些反应 只要是 这样子喝点汤 会是一精神过来 马上该干什么 又去执行 又去干什么 早在 1958年4月 清藏铁路 一期工程 就开工修建 但时隔不久 国家经济 遭遇严重困难 无力承受 如此重大的工程 1961年3月 清藏铁路和全国其他近千个建设项目一起 驾然而止 驻鹿大军黯然撤离清藏高原 修一条直达世界乌鸡的天路 似乎比登天还难 清藏铁路第一次下马时 修了一半的关脚隧道 也被封了起来 时隔13年后 当铁道兵实施47团的官兵 用爆破的方式 重新打开了洞口时 眼前的情景让他们大感意外 就在洞口 咱们叫片石 上去那石块 砌起来把洞门封了 封了后来把洞门炸开了 炸开了以后里边全是水 常把放好 放好以后 拿着手架 放进去以后 就是用手画 拿手架进去砍了 砍了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一倍五十米到二倍米样子 力量大的是那一套 战事都进去怎么办呢 都是归在那个 这个这个吸力里面 四手 爬 这个挖那个土 挖在那个土栏子里面 然后再送绳子 往外拉 谁也能想到 就在官兵们在泥泞中 奋力倾扎的时候 一次巨大的陷阱 悄悄地临近了 1975年4月5日 10时40分 当时这个隧道出口 已经绝境了千亿名 一名战士 察觉到了动用掩体的 异常行动 立即通知了 正在隧道深处作业的战友们 哎呀 他前面要踏踏 我们当时往前面走啊 就往往出 往口子走 往东口走 往东口走 还没走到 离东口啊 大概一个三十米左右 别离那个什么 探房一个三十米左右 一看 不行了 就要或者就是两边不准 不准动 都往拆开嘛 一看了 好像就 就就就就就那么的 不行 就有点掉了 就 里面不准出去 我不是 出来找杜权 要不找杜权 在里面 也到里面 就好一踏 哼哼 那压 压得不大 生意的 从一步 大得很 我出来以后 门西后就是 杀了杀了 好像是那个压风机 那个管子包大样的 生意大得很 回到我那里 五点十点 从来都看不清 到最后 进行后一看 是公共踏发 令人恐惧的一幕出现了 隧道两侧的边墙 接连倒塌 严严实实的 封死了洞口 不透一点光亮 洞内顿时 一片几黑 关架隧道 发生大塌方 大批指导员 被困洞中 生死未卜 请到兵实施的 江培女士党 四十七团的 王成民政委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通过清点洞外人员 指挥员确认 洞中共有 一百二十七名战友 堵到里头了 堵到里头以后 因为那个地方 海拔高啊 缺氧 这个惊动了 周总理 总理从北京 打电话来 指示 怎么救 隧道内 严重缺氧 把他们躲进去 这种用生命危险 躲进去 这个要赶快强行 洞内情况 飞一场危机 洞外的营救行动 却不能过于急躁 以免引起更大的塌方 经过讨论 大家在隧道顶骨的左下角 打了一个一米高的小洞 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洞内变得温热起来 这是新鲜空气 即将耗尽的前兆 新兵们的情绪 变得焦躁不安静 老兵探鉴学 意识到 此时最重要的是 不能荒断 必须让大家 报定成功逃生的信心 我们相信外面 这时洞外的救援人员 突然暂停绝境作业 转向一向更为迫切的人 因为他们意识到 一旦洞内的新鲜空气 消耗静静 所有的救援行动 都将前功尽弃 而127条鲜活的生命 都将面临 惨重的牺牲 控气不行 气不 最困难的 就让他们在里面 呼吸不行 必须尽快向洞内 输送洋气 指挥员女生令下 战士们迅速将一根 长长的钢管 运到现场 插到他方最薄处 然后一锤锤 轮番击打 将钢管向里面推进 一无管子 插得起 正好二年有一个 负责党 叫吴仰岚 他在灌费给回话了 他回话的时候 里面的人全部好觉 问题不大 这以后 外面的人就求生做了 就说他里面的人缘无少 现场指挥员立即将这一情况 向远在北京的铁道兵司令部 和中央领导进行汇报 因为你白京铁道兵 你不停地在了解情况 就问里面的情况 不用一个小时 几十分钟他们就要 只要问一次 我们就得打扰一次 有了内外沟通的管道 和及时输送的氧气 被困冠兵们逐渐平静下来 这时潘建居也开始组织大家 向外突围 我们就清理杂质 边清理这边就弄那个木 这边是糖芒铁 这边是工 就把那杂质清掉 万分幸运的是 潘建居向外突击的位置 恰好和救援队伍 向里绝境的位置 基本一致 第二天早上八点 洞口终于彻底 网通了 一共有14多小时 才把这个洞 上面挖了一个洞 印能够缝出来 当时痛的我们感到 那些真的说不出个滋味 为什么就感到 痛了 后面就听到 这个也得和我说 我们里面打 大家都 那头都感到 哎呀 就说毛子有完事 潘建居这时才知道 他们的命运 已经牵动了整个铁道兵 铁道兵呢 因为到清海的那条电线 就是电话线 那初期一个人 都要告诉铁道兵 都要告诉一个人 都要告诉什么 因为到整个 到那条专线 等于当时 在处理塔坊以后的线 只有这个才用 其他都不用了 都是 所以我们当时干得很久 127名被困战盗 一个个走出了险境 面对生死的考验 这些战盗 无所畏惧 在寒冷 饥饿缺氧的 激光困难条件下 顽强的向外突围 终于赢得了 最后的胜利 1977年8月 青藏铁路的咽喉工程 灌脚隧道成功贯通 对青藏铁路的驻录者们来说 这只是一个开始 更大的考验 还在等待着他们 查尔安盐湖 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南部的 茫茫戈壁之中 东西长160多公里 是我国面积最大的 内陆盐湖 由于当地气候干燥 水分蒸发量大 湖面板结成了 厚厚的盐盖 异常坚硬 用什么办法 能把坚硬的盐盖破碎 再在上面 铸成路基呢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 铁骑尸34团的指甘员们 终于将6万根 直达盐层底部的 紧密沙桩 打住盐湖 上面再铺上 沙石路基 这样一条 举世罕见的 万丈盐桥 就建成了 但是对于 驻鹿大军来说 胜利的喜悦 只能在心头停留 短短的一瞬间 因为铁道兵将士 不知道 通向 布达拉的 天路依然遥远 如果不能攻克 在高原缺氧 永久洞土层 条件下注入的 世纪难题 青岸游就是一艘 半路歌情的航船 永远无法直达 梦中的彼岸 蜂火山位于海拔 四千七百五十米的 唐古拉山口 宿有冰雪仓库之称 寒冷异常 稀薄的空气中 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 就在这里 铁石是五十团 十三连的指弹员 承担起了一项 极其特殊而重大的任务 配合科研人员 进行高原施工 适应性实验 二十年以后 当我们修建 青岸游戏路二期的时候 我又经过了 我们当年 跳到兵的实验段 我仍然感到空气特别的稀薄 呼吸十分的困难 我一直就在想 当年在这么差的条件下 我们跳到兵战时 能够长期的住在那边 靠的就是这种 吃苦和风险的精神 没有他们的吃苦和风险 就不可能有那些保护的数据 没有那些保护的数据 就不可能有青岸游戏路的 全线见识关注 对全团吴贝多干部进行体检 体检 检查 大部分同志的心脏 的心电图 心电竹 心脏的中心 这个竹啊 心脏偏移 偏移 有偏五度的 七度的 八度的 九度的 十几度的 个别的 偏的更多 到七十度 心脏偏了 为什么偏了 就是 由于人家长期在高原缺氧 心肺 负担过重 造成心脏 心电竹便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铁道兵将士们就这样挑战着人体的生理极限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冒险都会在科研人员的手中转化成宝贵的实验数据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七年 铁石师武士团十三连纸战员 三上烽火山与铁道科研人员一起历经四十年 收集积累了一千二百多万个可靠数据 才最终解决了高原缺氧和动土机理这一世界级的技术难题 创造出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伟大的青藏铁路 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前后耗时三十二年 在这之前的一九九九年 南疆铁路也全线贯通 历时二十五年 几代铁道兵早上开动 披水架桥前扑后继努力拼搏 终于让钢铁巨龙穿越 茫茫隔壁矮矮雪山 打破了亿万年的沉寂 将遥远的西部边疆和祖国内地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每当铁路建成之日 就是驻如战士们告别之时 再见天山顶上的雪莲花 戈壁滩上的托铃 再见唐古拉山口的雪峰 高原牧场的生灵 苍凉壮美的西部山川 见证了铁道兵将士们 充满战斗激情的青春岁月 在千古尘寂的无人区 他们亲手构筑了银房 亲身经历了艰苦和危难 目睹了战友的壮烈心声 他们用难以想象的巨大付出 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功成奇迹 他们将两条闪亮而雄奇的平行线 留在了高原之上 天地之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